两名穿着深色外套的男子 手上还提着一大袋现金 埋伏远景 见状立刻上前将人拿下 刑事局破获一起诈骗案 嫌犯利用手机简讯 脸书下广告 以素人股神推荐标涨股为噱头 吸引被害人投资 再利用假的虚拟通货交易平台APP 取得被害人账户 在由旗下的车手提领账款后 关闭交易平台 警方出估至少有60位民众受害 诈骗金额超过6000万元 本局发现有多名被害人手机 接到简讯内容是素人股神 推荐标涨股票来吸引投资 被害人加赖后 引导到假的投资网站 购买虚拟通货 并将投资款项 贿款到国内的人头账户 再由集团车手提领出 或将款项贿赂到其他的人头账户 以引力犯罪所得来源 当被害人 无法出金 或平台关闭后 因绝招诈骗 被诈骗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 本案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尊办 经搜证完成后 执行机局搜索 查获周姓犯刑等21人 查货张款300万元 犯案用手机 笔电 存折等证物 提示警察局提醒 检讯加赖投资被诈骗风险高 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 如有余力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资讯 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 警方逮捕周姓嫌犯等21人 并当场查扣 诈骑张款300万元 以及犯案用的手机 笔电 存折等证物 全案依刑法诈骑罪 洗钱防治法 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